新冠肺炎 感冒及流感都是病毒性的感染 在症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新冠肺炎的特性是发烧 干咳 常常会有头痛等其他的症状表现 那如果有上述症状 和并有呼吸困难的情形 请进宿就医 有旅游时 有接触时 有上呼吸道相关症状 排中龙肿急诊外 设有检疫门诊 检验检查 检疫一次完成 居家隔离或是居家检疫的民众 因为有接触时 有可能正在潜伏期当中 或是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症状 这时如果跟家人比较靠近 就有机会造成传染 请落实自我隔离的规定 以免传染给家人 保护文字经志愿者,刘里面 您好多哦 您好多了 为了 有请不吝点赞组 您好多哦 我好多 您好多 您好多